我们现在要来跟各位介绍的叫练习二 指令熟悉度练习 每一个要学 开场程式语言的人 都一定要先进过这个程序 你只要知道这一些证 因为还没有进练习 我们只让各位先练习 先把这指令把一次 你把过了以后就有了印象 那你进到这里以后 当然这个档案你可以从这里下载 真下载画面这个档案 那这里你会下载另外一个档案 这里你下载到就是我们真正的练习 那这练习各位看到它是用Gipter 用Gipter 各位以为不必用Gipter 因为不必练习那么多 只要利用我们刚才所学过的 我们学过的就是利用 Python.org 那Python.org 我必须再另外开一个浏览器 这样可以让 画面的东西你看得到 所以你就在这里打 Python.org 因为你打过一次 它会自动呈现 这个是电脑窗门的地方 然后进来以后我们要等一下 它会出现一个让我们 所以先让我们去把程式的 可能都要稍微等一下 因为它在下载它的解忆器 在解忆器一般来讲都要稍微等一下 那解忆器上面有 画面这边有一个程式 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程式是在算费式数列 我再把它重新运用一次 看会不会快就一出来了 那费式数列你可以回头 你可以练习这个程式 我们先进来一下 进到这里 进到这里等三个提示五号出现 这是我们刚才做的练习 现在我们继续要往下练习 往下练习 第一个练习就是 你可以用你如果懒得打 你可以用Copy 但我建议各位用打的 因为你的打字都不够 熟悉度不够 这个是所有练习程式演的人 台场程式演的人 一定会做的练习 叫print hello word 它就运出了 hello word 那这个指令就是print print里面它有一个叫画号 里面放的就是引数 那引数叫argument argument里面放了一个字串 就是hello word 你叫它印它就跟刚才一样 就印一次 那a等于5b等于6 我知道各位练习过 我们再练习一次 a等于6b等于5 这个多练习其实是无仿的 然后print a 它就6 我们再print b 它说b等于5 好 这是第一个练习 你也可以请它type 请问它a是什么样的变数形态 它就说它是integer int叫整数 class就是它分类 分到哪一类 它分到整数哪一类 好 第一个我们练习完了 我们接下来练习第二个 那么练习第二个的时候 请你在这边打一下 因为a等于6b等于5 这个我们刚才练习过 所以就已经有了 我们说c等于abc 其实这个刚才也有了 你再打一次也无法 c等于abc 然后再来d等于 我们c是123 我改一下 从改没关系 c等于 练习 123 好 然后 反正你打新的 它就对新的值 d等于大写的abc 这个都可以换一换的 好 然后它说print c 各位请就练习一下 因为你对print一文的键 很多人对键盘还不熟 它就说123 这是字串 然后你可以print d d ok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这个abc 这个我就直接copy 直接把它看看 我们做这个程式 做这样的练习 就一次让它 叫它看它有没有听我们的话 咦 它都有听我们的话呢 它都有听我们的话 一直去把它打完 最后这个当然要打 最后就是a除以b是1.2 a乘以b是30 a这个百分比符号叫的取义 义数 取义数6除以5的义数是1 好 各位这时候就要记下来 这边有些义数 然后呢还有这几个 我们也一并让它操作好了 好 为了争取时间 你会自己用导的 我就把它复制起来 就把它放到这里 它都一个一个一个打给你看 然后伤数就是a除以b的伤数 是1 1数也是1 那c就是a加整数 a是6 6 c是本来变成整数 所以它把它们变成整数 变成1 123 123加r 这是1 129 pint c加d 就是123 ubc 然后呢 如果要把它变成支删 a是 列 所以 123加r headlights 这等于123列 这是支删 出来是支删 我们再看c的type 我来预测一下C的差异不是字串 所以它会给我们叫classString classString 它是SDRing的缩写 它是SDRing的缩写 我们再往下走 那接下来是要说B等于True B等于Force 那我们就练习一下 我们用拷贝的好了 这样可以 如果在教学 那各位可能要自己打 可以 你要自己打 那记得这个P是大写 F也是大写 大写要写它是不行的 这规定格式 然后D and C 因为一个是True 一个Force and C 它结果是Force 这一个的结果是Force 这一个结果是Force 这是假 一真一假 M做完以后是假 两个都真才是真 然后这个我们慢慢再说 因为现在只要练习就好了 那我就一次再把这两个练习 结议起来 然后丢到我们的解忆器 这个叫解忆器 这个叫解忆器 好 结果跟左边是一样的 Force True Force class 是Blind 叫布铃 布铃 布铃叫B-O-O-L 它事实上英文字是B-O-O-L-E-N 叫布铃代数 这个就是在做布铃运算 1至3 然后1至4 1至4 D是True E是Force 然后布铃代数 这个还跟上面的也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再往下走 列行1至5 A等于3 B等于2 布铃代数 A加V加C 这边有这个 这个就是加减乘除 然后这个是整数的三数 这个是几次方 2的三次方应该是9 它下面也有 然后A 这两个是一样 但为什么要写这个呢? 故意告诉你 这个大写是错的 这里不能写大写 我就把它复制一次了 你整个都复制也没有关系了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锦号 锦号它会忽略 所以它只是注写用 它就有个锦号 锦号不管了 A等于3 B等于5 所以B等于2 所以A加V就等于5 A加V就等于1 A加V就等于6 A除V就1.5 然后A除V的三个整数 三个整数就是1 然后A的V次方就是2的3次方 3的2次方 3的2次方这东西 好再来 这个错误你看看P不能大写 我这边也没有写P不能大写 你到往下走 1-6 C我们再度把它复制一下 我要给各位这个就是 我们用这种方式你可以直接copy 那如果我用成PDF版 你就不能copy了 OK 那2加3J这些复数 各位如果学数学以后老师会告诉你 这是十步 这是虚步 这个叫复数 复数 可能各位如果还没有学过还不太了解 complex就是复杂的一字 所以它是复数 这边有写 它的类别是复数 好 复是复杂的复 在complex 好 我们G系列也是一字七 另一字七 一字七刚才是A等3 B等6点 C等6点4 D等1 2 3 E等复 然后typeA 它就运出A4整数 A4整数 在这里 typeD D是 自传 它就告诉我们typeD是自传 typeC是float 因为它是6点4 float就是五点数 五点数 这个要慢慢背来往后 然后再来type1 1就是因为上面有说1等于tru 所以它是不灵 而且tru的t 第一个字要导写 好 我们再往1-8 1-8 这个已经有程式的味道了 1是真 所以如果真的话 它就一直上面 如果 这边如果是真的话 我是一箱 那说两个东西 因为它1是真 所以你就可以 你要打也可以 你就一个一个打 好 因为我现在要讲解必须争取时间 所以就把它混下来 哇 它说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打 好 其实它上面有些已经可以了 我现在一个一个打 1等于t 好 那就把1等于t 这是又一次等于t 如果1运出这个 我们就用两行就好 看它会不会执行 tru c 你也可以把 然后再按一个enter 它有 再按一个enter 它就用1等于t 就是这个 下面这个为了这样把它固制一次 再把它固制起来 这原因是因为你是1是真 如果真它当然就印了 如果真它就印了 如果这一个不是真 它就不印了 这下面一定会在讲的 我们例行1至9 1至9 a等于5 b等于6 所以printa就是5 print最大数 这绝对值 绝对值就是5 这叫函数 绝对值absolute max是maximum maximum就是大数 在a跟b之间 找大数就是6 那minum就找小数 最负无 所以我把它固制起来 好 我再讲一次 各位可以自己打哦 把它放在这里 好的 答案就跟这个一样 我们再往下走 第10个 律师的练习是a等于123 b等于456 其实我们就不要各位呢 练习一个一个慢慢打 包括我们打字的熟悉度 都是练习的项目 好 擦出错 擦出错 我把它换下去 然后enter 好 那我就知道 我一个一个倒了 再一个一个倒 因为这个是 这个是 本来要你一个一个倒的吧 我只是有偷懒 要不要再两个分枝起来 把它放在这里 应该还可以 好 然后我再换你 在a加b 换你个a加b 啊 因为两个形态不一样 所以它出错 哦 果然刚才是因为 两个形态不一样 所以它出错了 A加b 它有一个挂号 你两个不同的形态不能乱加 好 两个不同形态不能乱加 好 因为一个是整数 一个是自算 能不能加 那你要加的话 要先把它 either 把b变成整数 or you can change the a to 1 2 3 as a string 好 那之后的结果 一个是579 因为123加456 或者是123再加456 好 我们现在练习一次了 把这个复制起来 那各位一定不要只有听讲解 要练习 练习答案都出来了 好 好 各位去打一次 这是这本书设计的时候 最快速的练习 我们再把它练习 1至12 把它有练习 它就变成02468 那2468因为它这个是 for i 就是这个变数从0开始 到10 43它不会做到10 它做到它的前面一个就是8 02468 然后呢 下到这个回圈 能一次多印i 就是2468 那各位现在不要紧张 好 因为我们要学程式 后面会 对它会非常熟悉的 我们来练习1至13 1至13呢 还是把这个复制起来 Ctrl C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来 然后把它放到这里来 放到这里来 放两个Enter i它是从0到10 每次要-3 所以0-3 没有 没有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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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它往到10走嘛 所以-3 它就没有用出结果 没有用出结果 我们再看看 1至14 Ctrl C Ctrl V 再按一次Enter 它硬是1234567 113579 为什么呢 1从1开始 能一次跳2 就是13579 那这里有这个5号 叫跟着印 后面跟着印 等一下印东西跟着印 它意思之后 这样叫end 在结束的地方 放出 这个没有印东西 所以它就放在这里 那我也可以再Enter一次就好了 好 这是第14个 我们来练习第15个 15个是最后一个 我就照样把它复制一次 Ctrl C 然后再把它推出来 再把它按一个Enter 这次从10到1 每次要-3 所以它应该就是印10 印7 印4 4的后面是1 但这个意思不印的 这是拍成的特质 它是印到前面一个数 所以印的结果就是17 好 这次我们可以各位做个练习 希望各位能够了解 把它打一次 按照这样来把它打一次 一定会成功的 谢谢